刮沙很多人都試過 但怎樣才為止刮得好呢 我們馬上去問問人 如果喜歡我們的題材 不妨like comment and subscribe our channel Let's go 沒有啊 有 拍骨的診所醫生幫我刮的 收身不舒服的時候就會習慣去刮沙 很久之前試過一次 其實那次都是給朋友幫我做的 我說有些胃肌肉痛 他刮到紅白白的 聽人們來說都是刮到很紅 很糞的 紅了 瘀了 之後有一點點浮曬 就像生意一樣 見人家應該瘀了很恐怖的 恐怖的 有什麼作用 是不是聽說排毒 去濕的那些 逆循環好一點吧 排毒 是呢 漂亮一點 去腫的那些 刮走一些骯髒的東西 有那些反應 紅了那些 代表work 有什麼可能 我猜是紅了 應該是說越紅越是顯示到你身體有什麼問題 讓你知道自己愛 原來我愛 這裡是這麼疲勞的 不刮得嗎 我想臉吧 臉最敏感的嘛 那裡 重要的部位 太陽元 太陽元不能這麼碰 頸這些不行 多神經的 有小肌肉那些 多數都是肩頸 背部 可能胸 這些位置刮得 比較大面積的地方 問完才知道原來這麼多人對刮沙是一知半解的 怎樣才為之正確的方法 我們馬上問一下意思 很多人都覺得刮沙越紅 越痛越有色就越好 但其實這些觀念都是不對的 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有些人年紀老一些 顏色就難出一些 有些人皮膚比較薄 就容易出顏色 加速血液循環 同時可以令到代謝廢物 更加快地排出 疏通經絡之後 就會導致痛症 都更加容易舒緩到 如果你有 憤癌頸 頸椎病 腰痠背痛那些 都很適合使用 另外神經系統的疾病 例如失眠 面部神經麻痹等等 都很適合的 如果你有感冒 鼻敏感 哮喘那些 你都可以試一試 如果你刮沙的手法適合的話 顏色可以反映到身體不同的症狀 我們有四種 第一種見到有淡紅色 就代表症狀比較輕微 如果我們輕微地在皮膚上面刮 就會出現點狀的淡紅色 第二種就是深紅色 深紅色代表你身體有濕熱的症狀 而接著就是紫紅色 紫紅色就是乳熱 乳熱的情況 代表你身體的肌肉會有酸痛 最後紫黑色就是比較嚴重 病情都比較長 經常見到就是反覆的頸巾薄痛 腰酸背痛 就算不斷按摩都不會好 那種 如果輕微淡紅色點狀 通常一至兩日就會消退 但大部分都要三至七日 但假如你的刮沙印隔了一段長時間 都還未燒成乳黑色的話 有可能是刮傷肌肉所導致的乳黑色 刮沙不是每一個部位都可以刮的 我們會選擇肌肉豐厚的位置 例如肩頸、大腿、臀部等等 我們又要注意 因為頸前有凍植物都不建議刮的 而有骨頭凸起的地方 盡量都不好 看到皮膚有炎症 例如濕疹、皮膚病等等 又或者皮膚有損傷 我們都不適宜刮的 刮完沙之後 最好喝亂水 再休息15至20分鐘 出盡血液循環 有些食物都不能吃 例如生冷、飲凍食物那些 就會損傷皮胃 有些食物會誘發皮膚病 例如蝦、蟹、辣野、煎炸的食物 我們盡量都要戒口 刮完沙就好像浸了溫泉一樣 會令到你的毛孔打開 而當你的毛孔打開的時候 你就容易攝傷感染風邪 這個時候就容易引致新的疾病 所以我們說 刮完沙之後 要注意保暖 30分鐘內都不可以洗澡 尤其凍水涼就要小心一點 如果喜歡這條片 記得留言告訴我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更多中醫的知識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